杨玉环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她究竟有多美呢 李白曾作诗形容 云响衣裳 花响戎 春风福建 陆华农 她天生丽质 精通音律 擅长歌舞 开元22年 嫁与寿王礼貌 婚后 本来生活幸福甜蜜 然而 皇帝唐玄宗见她有倾国倾城之色 竟被长轮 欲占为己有 于是 以做女道士为名 将其招入后宫 经过一番操作之后 于天保四年 封为贵妃 就此 杨玉环彻底完成了从儿媳到老婆的转变 她被唐玄宗专宠多年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她受宠以后 以杨国中为首的杨家势力日渐庞大 无恶不作 唐玄宗得到杨玉环以后 更是日夜与其婚歌唱饮 以至于很少过问朝政 大臣们对此非常不满 直至安史之乱 唐玄宗带杨玉环西逃 在马为坡兵剑时 杨玉环被逼刺死 终年37岁 爱妃去世 唐玄宗悲痛不已 据说 重返长安以后 她令亲信去马为坡为杨玉环牵葬 得到的回复却只有 肌肤已坏 而香囊犹在 此后 唐玄宗终日伤感哀叹 抑郁成疾 最终在对杨玉环的思念中死去 集完 bijiuRY 这盯在据说